那是我們第四次上課 那原則上呢 我們又要向前再推進 那今天的話當然 我們會先把那個前一次上課的重點 包含就是 九州準法表 怎麼把它寫出來 那當然你可能不要太貪心 我是建議你如果 沒有辦法一次整個表格 通通輸出 你可以先一列 橫向的有沒有 先把1乘以1等於1 一直到1乘以9等於9 可以做得出來的話 那你再做第二個step 所以我們第一個step是for J有沒有 我的習慣 當然你說老師我J跟I顛倒 那也可以啦 這就是個人習慣問題 因為我個人習慣是J 就是縱向的 藍 那I的話就是橫向的列 這個是我個人的習慣 那如果你把它顛倒的話 那有時候腦筋要轉一下 寫起來就覺得 好像會比較不順 OK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就增加I 所以如果你for J 寫出來之後的話 再把原來的for J in range 有沒有1.10 複製貼上去 要記得要縮排 因為它必須在I回軒上裡面跑 所以你要必須把它旋轉按個TAB鍵 因為縮排我前面講過 縮排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而且你沒有縮排 或者你少縮一行都不行 你說老師可是有時候我難免會出錯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你用challip貼上之後 請幫我除錯 我跟你講 縮排的錯誤 它會馬上找出來 而且會馬上告訴你哪裡沒有縮排 OK 所以有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是看不出錯誤在哪裡的話 真的可以善用這個challip貼 我是覺得challip貼在找錯誤上面 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有時候你就不用鑽了腳尖 因為說真的你要 你要真的把那個縮排的地方找出來 有的時候真的還是不太容易 後來我們好像又做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把它改成VBA OK 你說老師要改成VBA要怎麼改 其實如果你不會 我是覺得你還是可以藉由那個challip貼 我覺得challip它另外一個功能 它除了可以除錯之外 它可以幫你轉譯這個語言 比如說你要把Python轉成VBA的話 那你就把你寫完的那個 程式貼到那個challip上面 請幫我轉為VBA程式 或者請幫我轉成VBA就好了 OK 那它就會瞬間幫你把它轉換成VBA 而且之前上禮拜我們是完全沒錯誤 基本上 但是你們可能順便學一下那個VBA 因為Excel裡面都是一個一個的Sale 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指向哪一個儲存格 放什麼資料 OK 所以 當然你剛才史實在是不太懂 沒關係 就是先用challip產生 慢慢慢慢 我覺得你看久了 你也比較知道原來真的有規則性的 不然的話說真的 你要一下子馬上學會 而且把它背起來 我覺得背起來你現在要變化 你也做出其他變化 那為什麼特別講究什麼表 因為其實將來的表格資料 不外乎就是橫向的列 重向的藍 對那如果你這個有概念的話 你之後呢要把它轉成表格的話 就比較會有概念 那之後的話 因為我們要把資料 把它塞到Excel的話 Excel基本上就表格 那表格如果你有概念的話 你要再寫出資料到這個Excel的話 那基本上就會簡單很多啦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概念 我發現很多同學就卡住了 就說為什麼Excel輸出就是出問題 OK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你那個基本的概念 有問題 OK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我們好像有用到 這個什麼 把它寫一個 這個所謂的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的話 就是從上到下 總共有13個 那個等腰三角形前面是空白 加一個星號 所以它規則是12個空白加一個星號 然後再11個空白加3個星號 有沒有 那個空白的話是越來越少 都減1就對了 12、11 最後是0嘛 12到0就是13個嘛 對齁 那星號的話呢 是1、3、5、7、9 有沒有 等於是1開始 然後中間間隔兩個嘛 有點像之前我們用 講過那個 什麼 單數 基數的部分嘛 OK 其實程式非常簡單 後來發現兩行就搞定 有沒有 兩行喔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不太記得 那你可能自己再回去複習一下 OK 看一下 其實說最好是自己動手啦 你什麼時候確定會 就是你自己不要看 打出來 代表是你會了 可是如果你一邊看一邊打 誰不會 所以很多同學就是會依賴 就看著然後馬上打 老師馬上看馬上打會 但是過一段時間 再問你你可能就忘記了 所以最好是不要 不論什麼時間問你 你都會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是知道的啦 OK 所以之後會不會我們來考個試好了 隨便抽一題 不過這樣應該沒有人要來上課 不過這個是 畢星的過程 我是建議啦 雖然我們沒有這樣做啦 你可以自己考慮 因為畢竟你們是自己選擇來上課的嘛 你是真的想學會 而不是說 你要為了什麼學分來學 所以我是建議啦 你可能自己再找個時間 把前面做過的題目再做一下 那再來就是改為快迴圈 我講過喔 在那個 程式裡面不外乎就是for迴圈 不外乎就是快迴圈 那兩者的差異喔 其實主要在哪裡 應該上課都特別講有沒有 大概應該知道 貨迴圈的話就是有個range 大概有個概念有沒有 範圍很明確 比如說1到99有沒有 for i in range 1-100 那如果1到9的話就1-10 那它會產生1到9的數字嘛 你就把這個1到9的數字 全部跑過一遍 可是問題喔 貨迴圈喔 它不是一個範圍 而是一個條件 所以在while後面喔 它會是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可能什麼什麼條件發生的話 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所以while迴圈後面呢 通常喔 會是一個條件 ok 那如果是true的話呢 有沒有 true或1 那就是做 如果是false的話呢 那就離開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啦 不過喔 上個禮拜我們好像有利用那個猜數字遊戲喔 有沒有 寫的用壞迴圈去寫啦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不用for迴圈 因為猜誰知道猜幾次會對 而且每一次猜的數量也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理論上喔 不確定的 這個重複數量 我跟你講 理論上喔 就 不太適合用for迴圈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邏輯吧 那你說老師我一定要用for迴圈也可以啊 你就把那個數字很大嘛 比如說你不確定啦 不然你就給它跑100次好了 那如果你跑的數量超過的話 你還是要硬要停下來的話 有個方法你就加一個break就好了 有沒有就是反正一直跑一直跑啦 所以後來我們有猜數遊戲喔 我有把原來的傳統寫法有沒有 改成換我e-mail 什麼意思呢 反正你就一直給我執行 那這個好處就是我只要輸入一次 一個輸入喔 但是呢 如果它猜對的話喔 那變成你就要怎麼 你就break掉 所以這個的話在上個禮拜的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應該是第幾個單元應該是第三個單元喔 其實都有 有那個程式啦 所以我有比較一下那個 就是猜數字遊戲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喔 就是至少剛剛講的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就是把它熟悉 ok 那如果啦喔 還是不熟悉就把它練熟 然後再表示說你是真的會啦 不過短時間也沒有說一定要 你馬上一定學就會要會 但是可能就是自己要抽空喔 自己考考自己看看喔 那所以上個 才數學在這裡 那我這邊有一個是傳 原始的版本是在這裡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喔 它的邏輯判斷雖然在這裡 如果它輸入的數字 跟亂數產生的那個數字 不相等的話 不等於有沒有 那我就跟它講說 到底是大還是小 再讓它重拆一遍 直到拆到為止喔 所以你會發現條件是什麼 如果你拆的跟那個亂數 不一樣的話 繼續拆 但是如果你拆對的話呢 這就跳離了嘛 所以跳離 你會發現跳離之後 這邊就有個恭喜拆對了 也就是說呢 反正一直拆 但是這樣的寫法也沒有錯 只是這樣的寫法 最大的缺點喔 就是輸入呢 變成要 有沒有像這邊有一個input 有沒有input的這邊一個嘛 這邊又一個 這邊又一個 當然也OK啦 只是說感覺就寫了有點重複 所以我一般 將來我會習慣改成下方這個 下方有講過嘛 反正就是畫一帽的話有沒有 那這個一的話指的是true 意思就是說呢 反正你就一直要進入這個回圈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一直進入這個回圈 有一個缺點 就是喔 如果你忘了讓它跳離的話 它就會變成所謂的無窮回圈 那無窮回圈的話 就是說它跑不出來啦 然後跑不出來的話 那麻煩了 OK 所以記得喔 你一定要在什麼地方 要離開的話 你就最後要寫一個叫break 所以什麼地方呢 就是恭喜猜對了這地方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上面邏輯 本來true跟force 改成true跟force之外 還多一個啦 所以變成三個 那三個 第一個是它猜的就是太低高一點 有沒有 另外一個是太高低一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恭喜猜對了 那其中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要加break OK 這個寫法還蠻 我會比較喜歡寫這樣 那你要寫上面那個也可以啦 只是說會比較多的input重複 應該可以看懂我這個寫法 我是建議你這個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知道一下畫我一毛 為什麼這樣寫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 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題目有沒有 所以你上個禮拜如果沒存到檔沒關係 你就把這一段 有沒有 有沒有金錢版這一段Ctrl C 然後呢 直接就把它 開一個spide的一個module 空白有沒有 然後你就把它貼上 就是上個禮拜最後的地方 那請你們試試看喔 想想看 因為我們是沒有限制拆的次數 那這樣不對啊 你要拆到亂拆 他以為一到二十之後 你隨便拆二十四總會拆對吧 一拆二十 那這樣好像感覺亂槍打鳥 所以如果我希望你拆三次拆不對 很抱歉 我就不給你拆了 乾脆直接告訴你答案好了 所以喔 如果希望把這個題目喔 改成 只能拆三次 OK 所以你說老師為什麼這樣怎麼辦喔 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已經拆三次 對不對 然後呢 還要判斷說他已經三次喔 就不能拆喔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你需要有一個計數 計算 他拆幾次的一個計數器 對齁 所以你需要一個變數啦 OK 初始值等於0嘛 拆一次就加1比較好 所以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加1加1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做一個邏輯判斷好了 邏輯判斷就放在哪裡 拆完之後有沒有 判斷一下 如果你計數器已經是等於3 或者是大於等於3也可以啦 有沒有 如果他已經三次嘛 所以應該是等於3就好了 不一定大於等於 有的習慣會大於等於3 如果大於等於3的話 那就直接離開了 所以底下就是 在break之前跟他講說 你已經拆三次囉 然後直接告訴他 這個RND的值是多少 你那個什麼 你要拆的數字 的數字是什麼 那就直接把它顯示出來 可是問題這樣要怎麼改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 這個題目 再改一下 改成只能拆三次 OK 所以試試看 如果可以改得出來 那表示你應該很進入狀況 那如果拆不 改不出來也沒有關係 我待會兒講 那改法的話不外乎就是 我是覺得好幾種改法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 快回圈你說老師 跑三次 有固定次數 那不是用4回圈 也可以啊 其實你把快回圈 改成4回圈也可以啊 你就4i in range 有沒有 1-3的話 是1-4嘛 那就1-2-3 跑完就結束了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 但是有沒有比較簡單 是一回事 OK 所以到底是加一個變數好呢 還是用4回圈好 這個可以斟酌了 OK 不過比較直覺應該是 剛剛講的第一種 就是加一個變數 然後每一跑一次累加 每一跑一次累加 有沒有 然後判斷一下說 它是不是已經三次了 三次了就不能繼續了 OK 所以這個試試看好了 就是改成 只能拆三次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